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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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品格以及习惯都很重要 期许同学能够成为小桃子的好榜样 因为你们已经是大哥哥大姐姐了 期许同学做个有礼貌 尊重他人 包容同学与女不同的意见及价值观 另外同学在学校的时间很长 有空的时候可以借用班级的书柜 及读书馆的书籍来阅读 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也很重要 在国中这三年 学校规划一系列的生涯课程 主要的目的要让同学透过课程 以及活动来认识自己 探索自己的兴趣 做好生涯的定向及决定 最后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找到可以陪伴以及谈心的好朋友 鼓励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校内 以及校外的活动与竞赛 校长相信同学在桃子角的国中生活 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开心 祝福大家 教务处简介 Good morn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lcome to TYK Junior High School I will give you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你在哪儿可以找到教务处呢 从校门口一进来 一左转的第一间办公室 就是我们教务处 如果你从另外一个方向来 那么在健康中心的斜对角 也是我们教务处 接着在健康中心的二楼 就是未来我们上课的资讯教室 教务处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要支援大家的学习 所以我们有非常繁忙的教学组 负责每日的课表 教室日志以及各项的评量 有注册组来负责大家的学生证 学籍管理以及成绩单 还有各项的奖学金补助 设备组呢 作为后勤的学习资源 负责图书馆 阅读推动 以及各类的专科教室 资讯组呢 负责深深有平板计划 还有网路以及资安的管理 国中跟国小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不断的学习 所以稳定的专注力跟热情的学习心态 对老师有礼貌 上课准时守秩序的五手原则 也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细节有很多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每天都变成整天课了 我们每节课会增加五分钟 也会有不同的分科专业老师 定期评量从两次变成三次 逐步的我们会利用原子笔取代铅笔 第八节辅导课呢 是为了让大家奠基国中的学习步调 所增设的 从8月19号开始 每个礼拜有三天 请大家可以思考自由报名 如果同学在英语 或者是语文类科 或者是数理逻辑运算上面 有特殊的兴趣性向 或者是想要深化的学习 那么学校呢 在这学期也同时提供了 七个不同类别的营队 来供大家参考 那大家呢 也可以呢 仔细详阅报名表之后呢 来选择 图书馆利用教育 以及阅读推动 是教务处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 我们拥有两座 超过六万册长书的图书馆 各班的班级内 也有150册以上的微信图书馆 再加上每个学期选读的共读书箱 希望大家都可以充分的 在周一共读的时候进行运用 当然 桃子角也推动了非常多的阅读活动 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踊跃的参加 让图书馆成为你自主学习的好帮手 to sum up let's have wonder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wish you have a good time today 辅导师简介 各位桃子角七年级的同学大家好 我是辅导师主任 雁蓉主任 在主任左手边这边是 陈正勤三间教室 那在我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 厨中校人四个班级 好 那在这两个走廊的交接处 我们会在墙壁上 会看到我们辅导师 辅导老师 制作的辛勤小语 那有时候你下课时间 或者是都会经过 那有时候看到这些字句 你其实都会给你 心里面带来一些正能量 OK 好 那我们辅导师在哪里呢 那就跟着我的脚步 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右手边这两个铁板 我们都会贴一些 跟职业教育有关 生涯发展教育有关的一些布告栏 那有一些高直端的讯息 高中端的讯息也会在上面 所以到开学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两个铁板 会有很多的资讯在上面 你下课的时候 也可以欢迎过来看一看 好 然后这里是我们辅导师的门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新年级生涯档案簿的 封面作品观摩 那上面都会 会有学生的同学的作品 那你们在下学期的时候 会有在美术课 还有我们的辅导活动课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 生涯发展教育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绘画的比赛 那会在下学期的时候 把它展出来 再给大家一起看 好 主任现在的位置是在我们辅导师的二楼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环境的布置 你从这边进来 你会看到两边有很漂亮的植栽 那代表进到辅导师 其实我也想跟各位同学厘清的是 常常有同学问我说 我又没怎么样 为什么要去辅导师 老师我很没有问题啊 不用去辅导师 好我要跟各位同学说 来辅导师的人 不是一定有问题才会来哦 这样懂吗 在辅导师其实有很多 跟你切身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 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样对于 未来国中三年的学习 还有我们的生涯规划发展 要该怎么做 其实这个部分辅导师 就跟你非常的有关 好在我们辅导活动课 其实也会有一些很多的议题 你都要好好的认真去学习 那在辅导师呢 就可以提供各位同学们 在心情上面 或者是你对你的生活上 有一些疑问 其实都可以欢迎你们来到辅导师 跟辅导师聊一聊天 来解决你心中的 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跟解答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同学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空间一样 我们有一些小桌椅啊 你可以跟同学在这边 下课的时间可以坐在这边休息一下 然后特别我想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在这边我们有设立一个 叫做黑皮桃信箱 它是真的是信箱是可以放信的哦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 比如说你跟家人关系或者是跟同学 你觉得有一些 你们遇到了一些小困难 或者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解决 那你也不好意思跟父母 或者是跟老师 或跟同学说 那这时候你还可以跟谁说 那我们就很欢迎你可以写 我们的黑皮桃信箱 你就把你不用 你就用纸条也可以 你就可以投到这个信箱里面 那我们的辅导老师就会定期的来去把这个信箱里面的 这些信件拿去做一些回复 那这个你说老师你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来信箱 那我们也有email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用email写也没有问题 好那email网址是什么 你来找我我再告诉你 OK 那在旁边这边有一个叫做爱的读心处 这里呢好我们来focus看一下今天的问题叫做 为什么借不掉坏习惯 这个也是我们扶导老师 他会不定期会制作一些心理的测验 那你下课的时候 也可以跟你的好同学好朋友一起来这边 来测试一下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 OK 老师自己做过 我觉得还蛮准的 还蛮好玩的 好来吧 那我们就进来辅导师二楼的办公室 好这个空间是我们国中国小葡萄老师的办公室 好那跟各位新年级的同学会比较相关的是我们右半边 所以你二楼你敲敲门喊报告进来办公室之后呢 首先你会看到我们的来奇会心理师 好心理师在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那再来我们再往旁边走 各位你会 未来你会跟我们的丽家 丽家组长会有更多的密切的一些接触 好那丽家老师就是辅导国中部 七八九年级所有的辅导的业务 都是由丽家老师来处理的 OK 好那我们这两位 这两个就是我们国中部的辅导老师 好那一个是辉英老师 一个是长裕老师 好在未来开学后你们也都会跟他们两个会有更多的接触 OK好那这里是我们的辅导办公室 那最后呢 最后主任要做一个总结 好你们看辅导室就是一个充满可爱的地方啊 所以你说辅导是一定要被需要辅导的人才可以来吗 那你就错了好吗 辅导室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地方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各位同学 在升上七年级后 我会祝福你们可以很快的适应这个国中生活 那如果你还是会有一些些担心跟害怕 那都是非常正常的正常的不要觉得自己很焦虑 好那这些情绪不好不舒服的情绪都是可以有的 那我们要想办法去排解他疏解他 那如果你找不到方法或者是你想要找人聊一聊 都可以跟你的导师跟你的好朋友 还有你信任的人 或者是我们二楼一楼二楼的辅导师的老师们 一起来谈一谈我们都非常希望可以能够帮助到你 好最后还是祝福各位 欢迎你们来到七年级的这个国中生活 那未来三年会是一个非常多彩多智的学习的情境 也祝福你们 谢谢再见 总务处简介 哈喽各位七年级的新生大家好 我是总务主任黄国震 你们可以叫我黄老师或国震老师都可以 那首先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桃子角 那总务处这边呢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要跟大家来做说明跟宣导 好让大家能够尽快的熟悉 然后尽快的适应桃子角的生活 那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空拍图 那你可以发现桃子角真的很大 然后也很绿 好那桃子角其实蛮多很美的地方 那有赖大家其实花一点心思能够去品尝 桃子角的各种美 那这个是我们的校园平面图在我们的大门口 就已经有放置了 那大家可以把相对位置都可以做一个熟悉跟认识 你就会比较清楚我们的一个国小跟国中的一个教学场域的一个范围在哪里 好那当然就是在公务保管责任制度的部分 就是说还是希望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个公务 不管是教室内教室外都能够好好的爱惜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责任厘清的问题 我们还是会依照相关的办法来处理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是不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好那一起来维护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设备 还有一些一些物品 好这个是冷气卡的部分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现在因为国家的政策 我们班班有冷气 但是冷气卡我们学校还是用我们的除纸卡 也就是每一个班都会有一张 那在你的班上上完课之后 要到其他专任教室的时候 就还请记得要把卡片带过去 不然你到了专任教室是没有卡片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跟着班级在走 那当然你离开的时候 还请先关我们的冷气 把冷气的遥控器先关掉冷气之后 再把我们的一个冷气卡给拔掉 不然其实你如果冷气还在运作 你就直接把 其实是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冷气 不管是室内机室外机的一个损坏 这个就要跟同学们来提醒 那大家一起相互的提醒 然后除纸卡务必要保管好 不要掉了 好 再来有关于我们三期校舍的一个安全 所有的工地的所有周围都已经有安全围里来隔组了 那请大家就不要擅自的去闯入 以免发生危险 主要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 那如果有物品掉进去 例如说在篮球场难免 然后可能篮球有时候会弹进去 那这时候还请不要自己一个人进去 还请先通知总务处来寻求协助 好 那这个部分就因为是安全 所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 那有关于制服的部分 如果您是您还没有买制服的话 还有一个时间点是在8月29号 上午7点半到10点到合作社去购买 那如果你已经在8月14号就已经买了 那觉得不合 还是不合适要换 那保持原状没有水洗 就可以到合作社来更换 好 那这个部分也是在班上 然后就是有关窗帘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卷帘 所以有些卡榫 它是不可以去抓的 这个部分可能要让同学们知道 就是说它其实是比较容易你抓它 它可能就会断裂的一个情形 这边是特别的要提醒所有的同学们 在班上各个教室的一个卷帘 不要去抓它这样子 好 那我们的绿围梨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守护 然后我们就走道路就好了 尽量不要去穿越我们的所有校园周边 校园里面的一个围梨 那这个部分也是要爱护我们的一些植物 然后一些桥木灌木这个部分 都要好好的爱护它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缴费的部分 请你要缴费单大概我们9月底 会会印制 会让同学们带回去 带去缴费 那请务必先确认我们的一个缴费单的一个班级姓名 班级姓名 然后金额大概是哪几项 然后收费的科目是什么 然后我们金额是多少 那再来就是备注也很重要 因为他会大概做一些解释 解释 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有金额有误 他会有一个承办单位的一个说明 就是说你要找哪一个哪一个处事 哪一个哪哪哪哪哪哪些老师的一个协助 那相关的例如说午餐费啊 家长会费啊教科啊教学校外教学啊 然后书籍费啊都有他对应的一个处事跟老师 那再请他们寻求协助哦 好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就金额有误的话 那先请找到各处事啊负责的老师 他会帮你去做金额的修改 那修改完之后盖完张再拿到总务处的出纳组 来赶金额这样子 他会再帮你做出一张缴费单 好那相关的注意事项 包含缴费的方式现在非常多元 缴费的期限啊以及我们的一个吹缴 好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都是依照我们的一个流程在走 那也请不用担心 好那师长们都会在提醒您跟你的跟你的家长好 这个部分还请不用担心哦 最后呢还是欢迎大家也祝福大家能够在桃子角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探索的一个环境 以及我们的一个成长 好那希望大家一起爱护一起帮助一起喜欢属于大家的桃子角 那以上是总务处的一个介绍哦 学务处简介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恭喜所有的同学进入了国中的阶段 我是学务主任霍建桃霍主任 那希望同学很快的适应我们的国中的生活 那在这边呢主任有几点可以跟同学说明一下 然后还有也期许同学在国中的时候可以特别比较注意的事情 那第一个同学有没有想过你在国中三年里面你最想完成的是什么事呢 好我们来想一下 比如说你有想过三年之后考上哪一所的理想的高中呢 还是有想过我已经到国中了我也长大了一点 那我要学会独立自主 还有就是我希望在我的国中阶段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那这些的事情呢同学们都可以写在我们的时空交流当中 那我们就把它封起来 然后等到同学毕业之前的时候也会发还给所有的同学 那我们到时候再打开看一下同学在七年级的新生训练 所记录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些事情 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完成 那在这边呢主任想要跟所有同学讲一下 桃子角的消停的课程的主轴 事实上在桃子角我们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一些课程内容 那主要的是围绕着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户外走读旅行家 第二个是美感生活制造家 第三个是感恩关怀行动家 那不管是哪一个领域你发觉我们都是围绕着这三个主轴去教学或者是去学习的 比如说我们从一年级到九年级很长我们会带班级或带同学出去校外做校外教学 那他的目的是希望同学可以在这个旅行跟走读的过程 学习到很多在课本里面或者是在教室里面老是教不到同学的东西 让同学去亲眼的去观察去感受 那第二个呢是美感生活制造家 因为在桃子角我们的校园非常的开阔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不一样 那所谓的美感生活不是只是爱漂亮而已 而是我们懂得去欣赏 懂得去了解大自然或者是我们的建筑跟环境的美 那我们当我们懂得去感受也懂得去欣赏的时候 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那我们就懂得怎么去维护怎么去建设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生活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想办法去改善 那这件事情就是美感生活制造家 那第三个呢就是感恩关怀行动家 当我国中三年我学了这么多的知识能力 再加上我有正确的观念跟态度的时候 那我就懂得去感恩 感谢别人 还有感谢别人的帮助 还有关怀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家庭 然后呢把我们的能力贡献出来 也符合桃子角的校训 贡献自信与荣耀 然后付出行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校定课程的主轴 它设定的一些原因 那在学校里面我们很重视的 当然就是生活教育了 因为除了知识的累积 跟可能学科的一个成长以外 那生活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款 那主任在这边呢 也跟同学讲 生活教育的范畴有非常的多 那特别提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品格 那这两个字所有同学都一定要听过 那主任这边也简单的就几个面向跟同学做一个分享 所谓的品格跟品格教育 它可能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智慧的启发 因为当我们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 知道的内容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也会更有智慧 那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判断事情的对错 或者是了解到底什么事情是应该要做的 再来呢是良好习惯的养成 因为当我们有良好的习惯 比如说跟别人问好的好礼貌 或者是我们不随便让丢垃圾的卫生的习惯 那这些都是品格教育的一个养成 还有呢这是道德认知的发展 当我们比较知道说原来事情它真实的内涵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懂得去判断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那再来呢就是冲突解决的方案 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你发觉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当我们有摩擦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的方式是如何 那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好好的处理 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品格的教育 所以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友善的校园 比如说人跟人之间是有礼貌的 再来我们不会不管是肢体跟言语去霸凌别人 然后再来你发觉我们是有礼貌的 那你发觉我们的校园就会更美好 这个就是一个好品格的表现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随时跟别人问好 不管是对师长对父母或者是对同学 还有就是当别人帮助我的时候 你发觉我会感谢他或者是当我有需求的时候 我有礼貌的向别人提出需求 那这个都是好品格的表现 那还有呢就是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当我在教室里面是认真打扫的 还有我会在歪扫区的时候也认真打扫 我在家里我的房间也会认真打扫的话 这个也是好品格的表现 所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国中生活 同学的生活会更丰富呢 那主任这边可以给同学的建议 第一个我们的学习不是只是为了考试 当我们学习你发觉我们各个课目 学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发觉不是只是为了考试当时 而是为了增进我们的志士 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在接下来呢我们都会观察 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跟需求 当你有感受 而且你真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才会有一些想法 然后回到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把我们学到的知识跟能力 那就可以用在这些的地方 去解决这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而且不只是要想哦 Just do it 因为你发觉想跟实践 你发觉是有落差的 真正的有把它附助行动 那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一个行为 那还有呢 人本来就是一个团体性的动物 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合作 跟我们如果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会有感受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发觉你会越来越快乐 而且越来越有喜悦 所以以上是主任想要跟所有同学分享 也期许同学在国中的生活里面 更精彩更快乐 好报告完毕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学务处生教组的人少老师 今天主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生教组是在做什么的 那跟大家又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会对于学务处感到很陌生 然后会觉得生教组长好像死神一样很可怕 老师印象很深刻就是 以前有一位学姐就是要来学务处办事情 但他在门口就忽然流眼泪 因为他觉得学务处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但其实只要大家搜好自己的本分 生教组跟学务处的老师们都跟天使一样 会帮助大家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四大类别 是跟各位习习相关的 老师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大家说明 那就是初学习管理 生活常规 手机使用 还有服装英雄的管理 首先先来说一下请假流程 请大家翻到新生手册第24页 那左边这个请假的专线 请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你可以不记得自己的手机 但是这个电话不可以忘记 那89703225就是学校的电话 那分机8888就是请假的专线 那等一下会教大家这个专线要怎么使用 OK 那下一页是 我们简易的请假流程图 那在下一页就是我们这个请假编的QA 好那首先 我想要请假的话请假的流程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现在有分为两个请假的方法 第一个是用请假卡请假 第二个是用APP线上请假 那我们先讲请假卡 假卡就是你先写完你要请哪一天的假 日期结束写好之后 然后请家长签名导师签名 最后你亲自送来学务处就是老师这边 那老师这边核准之后就算请假完成了 好那另外一个线上请假的方法就是 请你的家长下载这个APP 然后家长填 价单里面的内容填完之后导师核准 那我这边线上核准 那也算请假完成 所以会有两个方法 好那价卡上的价别 要填什么呢 那有并驾、商驾、市驾、公驾 然后或者是一些不可抗 其他的并驾原因 好那请你确实的填写才能维护你的权利 那比如说如果你是要出国的话 理论上他就是市驾 那出国比较特别 老师会希望你注明你是去哪个国家 比如说你要去柬埔寨玩 那你会不会回不来 所以你填写哪个国家 老师才有办法去救你 好那下面一个是 如果你因为特殊的原因无法到学校 比如说你早上起床才发现 啊身体很不舒服发烧了 那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请假专线的功能就来了 请你的家长在当天早上打 请假专线就是分级8888 然后让学校的老师知道说 你当天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来 所以你是因为突发状况 所以才没有办法就是事先请假 好那学校老师知道了 才不会寄你当天就是以为你是跑不见 这样好但是你打电话来之后 并不代表你完成请假手续哦 所以请你身体不舒服回来之后 就开始跑你的请假手续 那就是我们Q1的这个请假的流程 好那我们一定要在三天内完成这个请假手续 好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的价卡弄丢了该怎么办呢 好那第一个就是你再也不用价卡 你就是都请家长用线上的APP请假 也可以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价卡的话 那你价卡要不见 那请你抄一遍 价卡上面的请假规则 你抄一遍给我 我这边就会补一张新的价卡给你 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管自己的价卡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价卡的样子 左边就是我们的请假规则 请大家在请假之前一定要看好 好那上面会有写比如说你 呃请假一到三天是由老师这边核准 四到七天会由学务主任核准 那一个礼拜以上会由校长那边核准 OK那有一些比如说病假三天以上去取得医院证明 这些细项就让大家回去自己看 好那这里就是最前面写你的 假别并驾试驾 然后或者是公驾等等的 然后试游就写你的原因 然后时间就写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到请到什么时候 然后总共是请几节 然后家长签章导师签章 我这边签章才算请假完成哦 好那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新北校园通的线上请假的APP 好那你可以请你的家长去下载这个APP 然后进去之后 那每一个家长都会有他专属的帐号 他只要用他的电话号码去登录注册就可以了 那进去之后会有这个上课诱的一个模组 点进去之后 点价单 那这边就会进来这样的画面 学生请假的画面 那他就跟资本价卡一样就选你要请什么价别 然后请假的原因 那如果你是两天以上三天以上的话 我们会需要你佐证一些资料 那就把照片附上去 这样 好 那或是你已经到学校了 然后但是你要临时请假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请你到学务处拿一个临时请假单 然后或者是到健康中心拿临时请假单 然后上面一样会有一些就是必须要知道的老师 那请你让那个老师签章 比如说导师 然后或者是科任老师 那或者是就是学务处的老师 这样 那我们从学校临时请假都一定要家长接送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一个人走出大门的 好 那家长会签完名之后 然后跟警卫师确认之后 有家长接送之后 你才可以离开学校 但这个临时请假不代表你完成请假的手续 所以一样你回到学校三天内 还是要以价卡或者是线上请假方法完成请假的手续 好 那另外一个特殊原因是你可能晚进教室 那不管是学务处老师找你 或是其他老师 可能就是把你留下来 来做一些事情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跟那个老师 就是领取晚进教室的证明 那你在进教室之后 让你的风际鼓掌知道 交给导师或认课老师 让他知道你是什么原因 不是无故的旷课 好 那最后一个是 第八节辅导课要请假 请找教务处 拿第八节的辅导课请假单 然后一样就是请家长导师认课老师签名 然后这个时候就不是交回生教组 是交回教务处的教学组 那就可以完成请假 好那 所以第一节跟第七节是学务处的生教组 那第八节以后是教务处的教学组 请大家特别注意 好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 第三十三十一页的生活常规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不想要开学第一天就被惩罚的话 那请一定要仔细听 好那先来讲我们到校的时间 好我们到校时间是七点五十中享前 好所以如果打中了一秒钟 你就代表你是迟到了 好那我们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们是七点五十前你要到学校 而且不是到校门口 是进到班里面 好那我们各班会有风技鼓掌帮忙做点名 所以老师在之后在做干部训练的时候 也会要求风技鼓掌一定会严格执行 七点五十分前大家一定要到班级里面 好那如果你是七点五十分01秒 就是已经打中之后才进到教室里面 就算是迟到 好那迟到会怎么样吗 大家会很担心你 然后如果我们那天是招会的话 那我们会希望你在最后面去罚载 然后不会干扰到招会的进行 OK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消过 就是如果你被犯错了 然后被记警告小过大过 那我们学校是有消过的流程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 那如果你想要消过的话 你可以到校网看我们的改过消过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到学务处拿改过消过单 那拿了之后必须要经过家长导师 还有生教组这边的认可 才可以进行爱校服务 然后还会有个观察期 那全部都结束之后 最后还会要导师确认签名 然后再回到老师这边 那我们才会帮你做消过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手机的使用规定 大家看一下37 38页 好在学校可不可以使用手机 基本上是不行的 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家长有急事 那或者是你有事情一定要使用手机 那所以请你在征求老师的同意后才能使用 而且老师需要在场 好 那如果你没有征求老师的同意 然后就使用会怎么样 那代表你的知识力可能不太够 那任何的老师 包括学务处的老师 包括你的导师 包括任何老师 都有资格 暂时帮你保管手机 那基本上 老师保管手机都会回到学务处这里 那 那我们要拿回你的手机 就是放学的时候 请你的家长来拿回去 那如果你旅券不停 除了要家长来拿之外 你也会被记忆自警告 好 那放学了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手机呢 那我们会有第八节 所以我们第八节结束的时间是在五点之后 你五点之后才可以在校园内使用手机 但不可以在教学区域里面使用 请在 比如说你想在运动场上使用也可以 然后想在中央上使用也可以 但是不要躲在教室里面 然后或者是走廊旁边 就是可能会影响到 还在学校学习 或是还在学校做事情的老师 或者是同学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 服装遗容 好 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校服吧 好 那这个是我们陶子角标准的校服穿着的方式 让大家看一下 好 首先是白T 好 那再来是我们的蓝T 再来是我们的Polo 3 好 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件 那男生女生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如何修制学号 好 其实我们绣子学号的方式三件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学校logo旁边 右胸口的位置 那我们就是绣上姓名跟班级 好 蓝T也是 右胸口的位置 姓名跟班级 好 姓名跟班级 好 让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 髮型跟服衣的部分 哦 那对于 髮型跟服衣主要就是这三大方向 第一个就是 希望大家的头发可以自然整洁 以健康为原则 不要使用法胶等 人工的添加物 好 那 就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物残留啊 然后掉头发等等之类的 那 第二个是 我们在学校就是一定要穿着校服 那 之后你们可能会各班做班服 那也可以在定一天 一个礼拜定一天 然后全班统一穿着班服 但是除了礼拜四之外 因为礼拜四是我们的招会时间 好 第三个就是 不挂带就是 其他的饰品 但是 护身服啊 或者是那个 十字架等物品除外 那其他的饰品比如说耳环啊 眉环啊 鼻环啊 肚脐环啊 这些饰品 是不可以佩戴的 好 那 时代不断更迭啊 大家对于发型的喜好也不断的改变 那其实学校没有特别限制大家的发型 但 这边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发型 很有创意 同时又有点修持 那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不要这样折磨自己的头发 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林书豪的 髮型 直升机的髮型 帽子的髮型 还有 合同的髮型 还有八加炯的髮型 八加炯看不到路的髮型 他的注解很特别 现在的我看不到未来 那就去剪头发啊 还有武藏的髮型 还有武藤游戏的髮型 武藤游戏的髮型 小兰的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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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会 把它视为是一种微镜皮 因为感觉 杀伤力有点强 好的 那平心耳润啊 就是 桃子角的校服算是很好看的 然后我们也没有因为 就是性别而有颜色的分别 那我们的样式其实很简单 不会太花俏 好 所以老师希望大家可以把 穿校服这件事情 当作是一种对 自己学校的认同 然后期许大家在精彩的三年过去之后 能够以曾经穿的这件校服的自己为荣 好的 那老师的说明到此结束 那如果你还有任何的疑问 随时欢迎大家来学务处 生教组 找人少老师这边询问 好 谢谢大家 各位青年节同学大家好 我是学务处训组的淳婷老师 今天呢 我有三件事情 要跟同学们去做一个宣导 第一项是跟大家国中三年 息息相关的事情叫做服务学习 在我们学校里面 其实呢 凡事都从我开始做起 我们学校是一个九年一贯的校园 也许你的小时候 就是从桃子角的国小部升上来 你小的时候呢 曾经就是大手牵小手 那个大哥哥大姐姐 帮你说故事啊 帮你导览 或者是你是被服务的同学 等到你升上国中之后 你要进行这样子的服务学习 你可以从班上出发 你可以在这个校园里面 在什么时间点 什么地方 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去想 我能够去帮别人服务什么 甚至呢 从班级校园出发 扩展到整个社会服务 甚至你们班呢 也许导师 或者是每一个班的认课老师 会帮你们规划一些 一般一主题的公共事务 在这个服务过程里面 你也可以在付出你的能力之余 去探索你的兴趣跟能力所在 那我可以利用什么时间点去做服务学习呢 同学们可以利用早自修之前 或者是下课的时间 甚至是午休 还有其他在学校的学习时间 那又或者是有的时候 有些活动办在假日 或者是一些课后 你也可以在这些活动里面 去做一些服务 在我们学校里面 老师会整了一张表格 包括你可以在各个处室 担任一些每周固定的一些功夫制工 甚至呢 在我们学务处外面的铁板 不定期会有一些短期的人力需求 例如555的人力银行 他可能会说 我在什么处事的什么组 什么老师 还要做某些事情 需要几个功夫制工 你们可以不定期的到铁板 去看人力银行的招募 那又或者是校园的梦想家 每一个班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公共议题 那班级自行规划 在学校或者是课后的时间 甚至也可以以班级为单位 去做爱我校园 包括在早自习前 7点20到50分 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去为我们学校的校园 去做清洁 环境的一个动作 那有的同学呢 其实想要到校外去做更多的学习 是可以的吗 答案是可以的 请你在一周前先来学务处找 全体导师拿校外服务的一个申请书 上面呢 需要有你的家长同意 还有导师的签名 当你完成这个表单之后呢 第二个步骤 拿来虚拟组给全体导师 去做一个审核通过 那你就可以去进行服务 那取得那个单位的一个相关证明 取得时数之后呢 再凭着这个时数 那在服务完的一周之内 你带着你的服务的证明 跟在这个表单上面写好你的心得 如果有照片佐证的话会更好 再回到我们的虚拟组 去做一个审核的动作 在干部训练的时候 老师会请服务部长呢 带回去发放给各位 请大家拿到之后呢 就是务必填妥你的资料 这张卡片呢 要跟着你三年 他记录认证你的功夫时数 那由服务股长呢 定期的去做 在学期末的时候去做统计 老师建议大家 可能可以以班级为单位 去做统一的保管 避免你的功夫卡不见 不见的话 老师需要你多做时数之后 我才可以补发给你 请大家呢 务必要妥善保管 那里面记录了你 国中三年的所有服务学习的记录 在期末的时候 老师会请服务股长来 去做统计 期末让导师呢 统一输入你的 校务行政系统 到底要怎么填写 请大家可以看范例 当你拿到之后呢 写上班级 做号姓名 你的日期希望大家 因为我们要记录三年 你一定要把年月日详细的写上 包括你服务什么内容 例如说我协助了路跑活动啊 然后四个小时或几个小时 就如实的写上去 那是什么单位 让你做功夫 你就在行政合章的地方 找那一位老师 行政老师去做合章 最后呢交给服务股长统计时数 那关于服务学习 为什么跟大家 国中三年息息相关呢 因为各位就是在升学的时候 需要去采集这样子的一个证明 我们采集的学期 从7上7下8上8下到9上 这五个学期里面 采集三个学期 上学期呢是从8月1号 算到隔年的1月31号 下学期是从2月1号 算到7月31号 这五个学期里面呢 每一个学期要做六个小时 那有达到这样子的条件 可以获得五分 那假设你这个学期 你只有做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或者是五个小时 只要你没有满六个小时 你这个学期就相当于 你没有取得分数 这边很重要 请大家认真的听 每一个学期要做六个小时 可以取得五分 关于功夫 老师整理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包括第一个 老师我如果担任班上的干部 小老师算不算功夫呢 答案是不算 第二个 老师我如果每天当职日生 我帮忙布置教室 我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啊 借器材啊 我随手关门窗啊 我来大扫除 可不可以合时数呢 也不行 第三个 我去参加演讲 这样算不算功夫时数啊 当然不算 甚至是有同学会很疑惑说 那我在家里面我有服务耶 我做家事 我是不是可以请家人帮忙开功夫证明呢 当然不行 为什么以上四个都不能算是功夫时数呢 因为他都算是你在班级里面 担任这个角色干部 或者是你在家里面身为家庭成员做家事 这是你的分内知识 我们呢这个服务学习是需要你额外付出时间 额外付出的学习 这样才可以采集我们的功夫时数 第五个常见问题是 那我的服务学习时数 我可不可以拿来抵加奖呢 并不行 第六个 我的功夫卡不见了 我的时数还算吗 请同学注意 常常会有迷糊的同学 不小心把功夫卡弄不见了 如果你的时数是查得到的 那还算有救 那如果你这个时数还没有被登入 但是你的老师有记录的话 那还可以去做一个补救 可是如果你的时数 并没有去做登入 而且老师那边也没有什么记录的话 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采集了 所以总而言之 请大家好好的保管你的功夫卡 如果你的卡片不见了 要来找老师申请补办的话呢 老师要请你多做时数之后 我才可以补发给你 那第七个 如果我一月二十号放了寒假 可是我还没有做满六个小时怎么办 请同学注意 我们在上个学期的十二月底前 我们会请服务股长来做一个暂时的结算 在下学期的五月底之前 老师也会请服务股长来做结算 这个时候我会通知每一个同学 如果你还没有达到六个小时 你要赶快去做 在上个学期一月三十一号之前 要完成六小时 下个学期是在七月三十一号之前 请大家务必要记得这样子的时间 第二个老师要跟大家宣导的是 乐陶无限卡 可能有的同学呢 是从国小部升上来 你曾经有这样子的几点经验 但是老师呢 现在要跟大家说明 国中部的乐陶无限卡 是什么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几点呢 在国中部的乐陶无限卡 长的是一张A4白色的双面卡片 那请大家呢 在干部训练 老师请服务股长领回之后呢 当你拿到卡片 请你务必呢 写好你的班级座号姓名 几学年 110学年度第一学期的第一张 那就可以去做相关的几张 到底要怎么几张呢 大家可以翻到这张卡片的背面 有详细的说明 包括这个活动呢 由行政老师去负责合章 每一次的活动可以集张 那集满五种不同性质的章 可以换相对应的贴纸 白桃贴纸呢 三张可以换一张青桃贴纸 三张青桃贴纸 可以换一张红桃贴纸 白桃呢 是由导师去做发放 青桃跟红桃 是在学生招会的时候去做发放 只要你集满三张红桃贴纸 你可以获得纯金打造的一个金桃奖章 这是这个乐陶无限卡的最高荣誉 那刚刚所说到的章 到底有哪五种呢 请看到这个卡片中间 第一种叫利德章 它记录了你很多的品德教育 相关的团队合作活动 第二个是爱智章 包括你所有的治愈竞赛 来断考啊相关的学历测验 第三个是健体章 是跟所有的健康促进 增强体壮节能减碳相关的活动 第四个叫玩意章 是你参加了很多的艺文活动 用艺术欣赏才艺的创作 最后是阅读章 你如果有参与很多的阅读推广 你遨游书海 你可以搜集相关的阅读章 这个乐陶无限卡有一些规定 包括有合章奖励的活动 你才可以去找老师去做合章的动作 第二个这个活动呢 跟原本的学生奖励办法双轨并行 那不要去做重复的奖励为原则 第三个 这个卡片呢 记录了你国中三年 非常多范围多元活动的一个学习历程 满值得你永久保存的 请大家呢 可以把握这样子的收集点数 跟你去做一个体验的一个学习活动 关于五种集章 老师帮大家汇整了一些 在我们学校里面的活动 第一个力德章 包括小品文的真文啊 或者是一些相关影片的学习单 那甚至班级的一些活动 是由叙语组去做发放 第二个关于爱智 包括教学组相关的作业抽查 像是寒暑假的作业啊 或者是语文竞赛相关的竞赛 去得到了一个奖励 那又或者是断考相关的成绩优异 断考进步 作文优异 都是以教会上面的名单为主 第三个 健体章 包括像是班级的一些竞赛 像七年级有跳绳 八年级有拔河 九年级有篮球等等的相关活动 校记的或者是全国竞赛 又或者是你到校外去参加马拉松啊 路跑啊 或者是你去做一些相关的简报活动 都可以去做健体的合章 第四个 玩艺章 包括你去做一些才艺的创作啊 艺文的欣赏啊 相关的票根啊 去做一些表演的活动啊 晚会 反霸凌 反毒的表演等等 又或者是你在七年级的 与歌唱比赛 有一些相关的表现得奖 你也可以获得玩一张 最后是结合教务处喜悦一百的阅读章 以上呢 就是这五种乐陶无限卡的合章办法说明 最后老师要跟大家说明时光胶囊 那时光胶囊在哪里呢 请大家拿到你的新生手册之后呢 前面是关于你国中三年的重要事项宣导 请翻到最后一页 请填上你的班级姓名 跟你填写那一天的日期还有天气 那里面有四题 包括今天是在桃子角国中生涯的第一天 你的心情跟感想 第二题是你新生过训练的过程当中 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第三个你在整个国中三年里面 国一的你 你有没有什么想完成的事情 仔细思考之后把它记录下来 最后一题是 小七 七年级的你 你想要对三年后 九年级的你说些什么呢 请大家呢 越详细的记录 你在三年之后 毕业的前期老师还给你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毕业经验册上 当你呢 现在越仔细的记录 三年后 你看到的时候 那种感受是更深刻的 请大家详细的填写完成之后呢 把它卷卷卷 按照这个图片里面 你可以先插一根笔在里面 把它好好的卷起来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班都有发放标签 请你在标签上写下你的名字 把它贴起来 就算是一个封存的动作 最后呢 每一个人都写完之后 放回各班的时光胶囊罐 再缴回学务处给纯亭老师 就大功告成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到学务处训组找纯亭老师 以上报告完毕 谢谢大家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是卫生组宣导 校园环境卫生也唯有责 在一个干净的环境里面 如果它布满了非常多的垃圾的话 不紧性情会觉得非常糟 那对于回收人员来说也是一向的困扰 在我们学校垃圾处理的流程 可以分成可回收的资源回收类 还有不能回收的垃圾 资源回收在利用的部分的话 透过分类回收 然后达到剪辑剪量则想的话 再联系场上来做回收 所以如果同学这边 能够将圆童做好的话 其实就可以让你的垃圾灯内更轻松 那再来垃圾的部分的话 也是要减少它的体积空间 一般垃圾我们会用专用垃圾袋 再丢置食物车里面 那有关于废弃物的部分的话 会先放到回收室的废弃物赞成区 最后呢我们再联系金杰队来做回收 那校园里面到底有哪些可以回收 跟不能回收的东西呢 学校不回收的就是像这些免洗餐具的部分 那你在早餐店购买的饮料 或者是盒装的物品 请自行带回家处理 那请同学也要发挥工作心 不要将它随便丢弃 或者是放到厕所里面去 再来可回收的话 分成这几类 有纸类、塑胶容器、铝活包、铁铝罐、玻璃 还有其他 那纸类的部分呢去除塑胶封面 还有胶带线、全禁锁针和纹针 还有卡紫摊品也好 那像宿舍碎子的话用箱子来装 然后大量的整叠的东西的话用 像烤圈、报纸、测验卷也要装箱 如果有纸箱不足的话 请来店8-240找卫生族找拿纸箱的部分 那塑胶容器的部分要将它清洗彩扁 那清洗的部分就可以去除硬位 最后呢再把瓶盖给翻回 然后减少它的纸基 铝箱的部分要去除吸管跟吸管套 清洗之后压扁 然后再送到回收区 铝箱的部分要去除吸管 然后像上面的这个塑胶盖 那铝箱的部分呢 因为它比较软 所以可以把它采扁减少它的纸基空间 玻璃的部分去除它上面的铁质瓶盖 如果是像碎玻璃的部分的话 请同学记得用报纸包好 再装装塑胶袋内 不要试碎玻璃 那让我们的服务人员可以更安全 其他的部分也有回收像光碟片 还有对电池的部分 那将扫具啊 能放到一般垃圾支某车下方这里 那按照它的体积大小 把它排列整齐 可以让空间达到最有效的利用 好 那最后 质量回收银头减量 希望大家减器减量最小化 银肌清洗减意味 回收分类做仔细 那么我们的环境就会永续经营 好 维生组宣导到这边结束 哈喽同学们好 我是学务处体育组的郭天林老师 首先恭喜大家 刚结束六年的小学生活 踏入另一个痛苦 踏入另一个学问的深渊 探索自己更多未知的可能性 首先向大家报告这个学习的运动会 预定在两个半月后的 十一月十八号举行 这个时间是大家经历十月十三 十月十四 升上国中第一次定期评量的摧残 升上国中第一次定期评量的洗礼后 第一次的班级运动会 每班会有怎样的表现 真的令人期待 在去年一百一十学年度 我们的七八九年级冠军代表队 在二十乘一百大队接力这项比赛上 完成了全面制霸三英区 校傲全新北的壮举 咱们一起来继承陶子教学长姐们 这项光荣的传统 接下来是校队招生的工商服务时间 首先是陈军来到第二年的篮球队 教练团成员有校内的黄启祥老师 郑仲元老师 以及来自台北大学的助理教练 陈燕安老师 相信每位同学都可以充分地感受得到 这支球队教练团 主打的就是小鲜肉高颜体 就是热情专业有经验 如果你向往成为球队的一员 挥洒青春的汗水 不需要像三井兽一样 热泪盈眶地对教练说 教练我想打篮球 只要领取报名表就好了 报名表上虽然需要有体育老师的推荐 但万一真的没有人推 就请找你爸妈签个名当作推荐吧 喜欢看帅哥 喜欢打球的女孩 也不需要再躲得远远的咯 球队特别欢迎你报名 万一人数足够 还能报名女子组的比赛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参加本校超有特色的 射箭队 话不多说 基本就是把 特尔安娜斯和勇 这两个角色实体化 在现实世界中 加入陶子角射箭队 从而实现如此高端的操作 加入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抱歉扯得太远了 带大家实际上来看看射箭队的这身装备 有这张 这张 还有这张 是不是每一幅都超帅超吸金呢 总之欢迎大家加入 陶子角的传说等着你打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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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om 好